貓過世我覺得那算是 奶奶過世算是讓我整個情緒崩潰的時候 我就去撞牆 就是靠著牆然後我就一直這樣 我想藉由那個麻痺感 就讓自己覺得舒服一點 林欣宜 星光三班亞軍 曾演唱《冰雪奇緣》中文主題曲 再搭上《等一個人咖啡熱潮》 累積超高點獨律 被封為《億萬歌雞》 但壓力讓他開始喘不過氣 導致他罹患憂鬱症 我只要下台我是完全笑不出來 然後一開始經紀人可能也不了解這個 因為我自己不清楚我自己的狀況 所以他就以為我是不是因為歌紅了 然後就有點大動作 有驕傲啊覺得自己很厲害 所以就是面無表情 一直都覺得我不是很適合走這個圈子 可能可以繼續進修造勢課程 然後考一個造勢執照 或者是我曾經就有幻想說 爸爸開水泥車 是不是我可能也就可以當唯一的開水泥車的女生 然後一直到懵過世 我覺得那算是 奶奶過世算是讓我整個情緒崩潰的時候 然後我變得不想接觸人群 我變得害怕接觸人群 然後我就沒辦法搭捷運 然後接踵而來 可是我不曉得那個時候是可能是已經是 已經是猶豫了 然後我就是跟我一個朋友就說 追追我 是他直接來我家一直叫我開嗎 然後他就把我送去那個精神看 然後後來精神哥就問我 我進去也是開始哭 他說我想開要給你你先冷靜 他就先開那個睡眠的藥給我 讓我回家先睡這樣 然後我開始做心理慈喪的第一堂課 那我記得我進去 一坐下來第一句話 我記得他會說醫師你好 第一次見面 但我不行了 我就開始哭了 我進去我45分鐘 我哭了40分鐘 就是我覺得我的身體已經承受不住 好像承受不住這個靈魂 我在那次中間有畫過一幅畫 我會覺得這顏色對我來講是很漂亮 是我在夜深入境的時候 會讓我稍微平靜的 但除了作畫 最重要的是 林欣怡現在身邊 也有個德國男友 讓她可以傾訴 她有寫信去給外交部說 她要來台灣 我跟你講她就很可愛 她就說 但是我們有什麼方式 可以先假結婚 我就說 然後我就突然 我就突然停下來 我就想說 這位先生請問假結婚是什麼意思 男朋友現在有共識 所以以後 叫我共主假結婚生產 我們沒有想到要共主假結婚 這個耶 因為畢竟她年紀大我比較多 我覺得順其自然 我可以不要生 但如果我要生 我一定要混血 我一定要混血 而且等於整個亞洲區塊的男生 全部都跟你沒有機會 這可能歐美 歐美 不會啊 越南啊 東南亞那也是混血啊 日本也是 都會血啊 對啊 那不是華人 就是其他國籍 都給試試看 哈哈哈哈 哇 這看起來有點太廣 太活潑了 太活潑了 沒有沒有 我沒有這樣